之前聽了這麼多位學員 分享他們的經歷 不如這次我們聽聽 幾位導師的分享吧 有沒有誰想分享? 我作為你們的導師 我覺得用自身慘痛的經歷 跟你們分享 對你們來說,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在我八歲那年,我媽媽生癌症 她為了照顧我們幾位兄弟 她請了康華琴,來做自己的計策 想不到這個時候媽媽竟然站好 機緣合作之下 琴姨就一直無名無分地 跟我們一起生活了十幾年 本來我都以為我們家 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 有一間酒樓,生活也算是 小時候想不到 這個女人竟然起了探戀 她為這一套家破人亡的慘劇 賣下了伏仙 好,那接著吧 後來媽媽癌症復發 看不到我們的兄弟長大 而這個女人就拿到家裡的所有東西 她一直暗中在爸爸身邊下藥 趁她臣子不清醒的時候 她搶了我們的酒樓 搶了我們所有的資產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幾兄弟決定和這個女人 展開了一場全城鴻動的真產愛 還有我妹妹 弟弟 我弟弟,她因為走轉不靈 最好會弄到跳樓 她竟然為了錢 她反過來窗戶站在女人那邊 我… Katia Sir,你不要說了 你不要不開心 不開心,我… 謝謝Katia Sir的分享 Tommy Sir,有甚麼想要跟我們分享 我嗎 那時候我六歲 我親眼看著我爸爸 被他的仇家降山打死 我們家四兄弟姐妹都是跟著玲姐 由他開貨車讓大 那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有好日子過 但是仇家沒有放過我們 他們強姦了我妹妹 逼得她跳樓 到最後還殺了我大妹和我二妹 那天開始我就知道 對,我家裡只剩下我一個 但我沒有放棄 所以我今天還坐在這裡 你這個壞蛋太少了 撐住 撐住 加油,Katia Sir 加油 先坐在座位 他會很累 站住 你們